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那么如果是说啊 你的这个手上有两条结婚线 结婚线是在这个上面的 这感情线和小指的根部之间 两条结婚线都非常的 都是这个等长啊 平行发展 这个长度也差不多 身前也一致 那么这个就分不清主次了啊 这个就是说 长度基本相同 预设词呢 这个 没有把自己的老婆或者另外一半呢 当作是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位置 跟其他的这个恋人呢 或者是情人呢 是同等的重要 这个是容易 这个二女征夫啊 有可能是 这个影响到婚姻感情 最后呢 与离婚手掌啊 至少容易二婚 这是一个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手掌当中啊 手的形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像这种呢 是属于典型的水行手 这个是金行手 金行手呢 是坚实 有力 根基好 金行手的人的性格 耿直 办事干练 聪明 灵活 为人重义气 做事有原则 比较固执 倔强 但是呢 容易犯小人啊 这个是金行手的典型特点 那么如果是手掌当中啊 如果是出现这种 双成功线啊 其实并不代表双倍的回报 成功线就是太阳线啊 两条太阳线 双成功线 恰恰相反 成功道路上会多了一条线 而被削弱啊 所以说要非常小心啊 往往是到了晚年呢 明节不保啊 就是说到了晚年呢 可能容易糊涂啊 很多人 很多名人在晚年的时候 也是做了不少糊涂事啊 那么 我们再看这个啊 这个手掌当中啊 可以看出这个人呢 非常的聪明啊 聪明之人怎么看呢 手掌偏这个 偏薄啊 那么手掌的纹路呢 偏清秀啊 不是很深 不是很长 不是很深 不是很粗 但是很长啊 细细的又很长 这种人是非常聪明之人啊 于是细心谨慎 考虑周详啊 事业发展 这个当中呢 事业方面呢 是容易什么 这个事业线 你看隐隐约也有一条啊 事业线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迷茫当中啊 能够找到自己的目标 暂时呢 可能虽然运气不太好 但是后期的事业运势 非常不错的 好了 有关这个手向的特点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